救护车急冲彰化线后被指挥部 有冷气维修工人遭到电极陷入昏迷 经销到场时已经有人在对他CPR 消防队员接手AED电极 但这时还是没有呼吸心跳 机器一边压胸一边给付医院抢救 到院后由张基 心脏外科叶克莫小组急救 工人的心跳跟血压恢复了 但还没清醒 要在进一步做脑部跟胸部电脑断层检查 确认是否有内出血 意外发生在14号上午10点多 两名冷气空调设备的维修工人 到彰化线后被指挥部维修冷气 其中一名85年次减性工人 不慎遭220伏特电力电极 从大约1米8的高处衰落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抢救 生命状况危急 其他师傅说 维修冷气在测试问题后 维修之前一定要先断电 才能开始拆解 施工时也要做好安全防护 避免因为漏电造成的触电危机 TVBS新闻晨之中彰化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